李莎姐你告訴我們哪一家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去check一下 到底有多帥 那其實這樣就是劈腿 對 這樣就是劈腿 開始罵囉 劈腿喔 我們現在罵他是我們被罵 我們被罵 你訂閱了嗎 歡迎收看 這種口味開房間 又來痛罵一些人偏 笑算太明顯了 第一個的話是24歲彰化女 他說他現任是一個英國男友 在一起將近三年的時間 兩人非常契合 他跟相處起來非常的舒服自在 實際相處一年遠距離兩年 最近很多現實層面的問題 才浮出水面 例如這個男的四十幾歲 但是金錢觀非常的及時行樂 屬於有多少花多少字的狀態 他手上也沒有什麼存款 性能力有需要我去苦苦哀求 但有可能還得不到 但是跟他在一起真的很開心 又是初戀 所以一直以來沒有想這麼多 前陣子工作機緣下 在網路上認識的英文 美國男生 一開始聊天的時候 一拍幾何非常難練 開始就對這個人感興趣 也順勢跟他曖昧了起來 他是一個完全 和我現任相反的類型 持足工作 仿金錢很有規劃 聊到後面發現 信譽高漲 他信譽也很高漲 已經有檢測過樓下尺寸 他雖然知道自己不應該如此沉船 但還是敵不過美國男的散發的魅力 已經發展成會遜打 就是紫露臉遜打的這個關係 紫露臉是什麼 紫露臉不露下體 紫露臉的序牌關係 然後他就說 奇怪的選擇 對啊 應該是紫露下面 對啊 那他就紫露臉 他說對方盡力認真追求 甚至要申請來台灣工作 只為了更進一步相處 老實說我沒有想過 美國男會如此認證 所以現在完全不知道如何抉擇 我跟兩個男生現在都是遠距離的關係 一方面男友在期待著我去英國念書 另一方面 美國人積極地想要來台灣 跟我缺乳關係 我很後悔自己陷入這樣的 可能不知道該怎麼做才是對的 請請大家幫幫我或罵請我 沒有我覺得有可能是 因為加上遠距離 加上你跟那個英國人交往三年 可能有一些人出現會讓你有新鮮感 對 但也許你沒有真的愛他 因為其實他說性能力高漲 他就是嘴巴說 說你啦 知道他是不是心慾高漲 他說他確定尺寸啊 那你就不 可是尺寸跟心慾高漲沒辦法化為的英國尺寸 而且有問題喔 因為他訓打的時候看臉沒有看下體 可是他下體已經軟了 6點半 對不對 你說尺寸然後兩個都看臉 兩個都看臉 那不太講了 那麽他是專業的演員的根本沒印 對耶 也有可能 那確定尺寸你怎麼確定了 就可能先看照片 照片有臉嗎 我不知道 沒臉的話你可能不要心喔 網路上一對圖被抓 那我覺得還是看見面相處比較重要 因為他都跟那個英國相處三年了 還是比較可靠一點 有實際相處過 因為我跟你講 因為之前精益就是 很常在網路上認識的人 你知道他都是可以講的甜話亂 就說我喜歡吃這個 我喜歡吃我喜歡玩 我想怎麼樣 所以到這個相處什麼都沒有 然後他都不是這樣子的人 對 他只是知道你喜歡這樣的人 他講了你喜歡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先不要完全的云船 而放棄現在的男朋友 那其實這樣就是劈腿 對 對 這樣就是劈腿 開始罵囉 劈腿喔 我們現在罵他是我們被罵 我們被罵 沒有就是 老實在劈腿是完全是要斷掉的 但是就以真的現實層面來講 我不相信你遇到 那你可以展丁姐姐說斷就斷 大家不鼓勵這樣子事情發生 我們的正確的教導方式是 你一定要把美國人封鎖 要死帝朗兆 好好跟英國人 或是英國人要再去跟美國人愛美 但是就於運人還是很常在自私的 就不希望什麼都空空 所以我們自己啦 我自己可能會先看到美國人本人 再決定 再決定我要不要跟英國人分 喔懂 正常都這樣吧 我會先跟美國人說我有 就是另一半 然後當朋友再說 我自己有 可是這個 當然已經見 你們一宣打在當我的 是因為卡拉在就是他沒有辦法來 只來台灣先旅遊 然後就是先看一下彼此的本人 原因是因為台灣現在沒有開放邊境 所以他要入境台灣他一定要有工作欠 所以他等於就是 不然他要去美國啊 不然你去美國 對啊 我覺得你去美國一趟 我知道了你先把美國去英國的計畫都買好了 對 你去美國驗證完 不想直接飛英國 如果說你飛美國太美好 那你飛英國那段就cancel掉 對 對 cancel掉 cancel掉 對 雖然這個做法很自私 是蠻自私的 對 但是應該是要你穿他 這第一題會不會是我們背貌 有另一人在等他呢 沒有 沒有真的背貌是叫你把那個美國男叫來 然後最後沒有跟人家交往 對這也是不一樣的 因為男人都已經拋下他原本家 等工作或所有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美國男的賭注太大了 就是他來我不曉得感覺我要背 是整個他的原生 對啊 因為他現在不是來旅遊 他是申請工作簽 沒有 因為我覺得人很常的時候就是會遇到 可能 maybe對的人出現 但他不是對的時間 那你能不 不看看嗎 就是 合情好你也就得看一下 就當他未來有可能會遇到啊 你要那個 你要飛去美國一趟 然後你要存一下 回來防疫旅館14天的錢 大概4萬塊左右 還不然算好 對啊 就真的差不多4萬啊 對啊 然後如果OK 不OK就要非英國嘛 你就確定 喔這些人就是一個人 下一個是新北的李小姐 他說他跟男友交往五年 前兩年的時候 因為一些感情問題 他玩app被我發現 有輩子我跟其他女生出去 但我們彼此都不想要放棄的關係 所以我們第一次去尋求了諮商幫忙 後來有得到好轉 但那個時候去找諮商 一件事好 一件事壞 還是因為我對諮商師一見鍾情 默默壓下對他的心裡的想法 然後前陣子因為其他事情的時候 加上我又有點喜歡他 所以我又再去找他的第二次 結果第二次去以後 我完全陷入對諮商師的瘋狂狀態 朝思暮想 做任何事情都非常想他 這個狀況太嚴重了 過一個禮拜又去了第三次 很想要多了解這個諮商師 原本想要解決難有問題 全部想要了解諮商師 他所有資訊我都搜尋了一遍 也很容易幻想跟諮商師 在諮商場地以外的地方碰見他 跟男友床上運動的時候 也在想著諮商師 他覺得很愧疚 這兩年男友為他努力很多想補償 他付出的心力 對方跟財力我都有感受到 但我現在一直忘不了諮商師 他很痛苦情罵血 真的 哇 好特別的愛力喔 這個就尺商好像蠻長的 就醫病關係中 可是他說一見鍾情耶 他可能跟諮商師還沒講話 一踏進整間就愛上他了 就覺得這個也不喜歡耶 哪一間啊 哈哈哈哈 不要去看一下 這個太多帥 哪一間啊 新北的李小姐 所以應該有可能就是 新北會拍手 新北上司 新北李小姐 你告訴我們哪一間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去check一下 到底有多帥 所以你看 好 同志 沒有 那 哇 這個好難喔 難有改很多了 這是重要的線索 可是現在問題是 你現在有點精神出軌 對 精神出軌 因為加上他們當中 去尋求諮商的時候 他一定會覺得 諮商這個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個諮商是本身 就具備一個很正面 或是能夠帶來他改變生活的 角色的這個幻想存在 還是你有辦法把你這個 喜歡告訴諮商是 讓他來諮商 那諮商是就會不會再來 喔 我聽到了 這樣有辦法嗎 正面 反諮商啊 就是你告訴他的 你的問題說 我現在蠻喜歡你的 可是就一併的倫理 諮商是就會離你遠去 對啊 因為他 因為他就會說 那如果針對這個論案的話 我建議你給其他的諮商 因為專業上是 是啦 是啦 不能跟病患又說的連結 對啊 好難喔 好難喔 但我之前有一個就是朋友他就是心理 心理諮商 他就是有遇到瘋狂的病患 可能有點像這個人 他就是因為他就是親人過世 然後去找朋友諮商 然後諮商完之後 然後這個人就是 就算沒約定的時間 他也都會在門口 就看他或是徘徊這樣子 然後穿上 就是親人的遺物在他身邊徘徊 然後就說他就有這個方式 來感受他遺物 就是 去世的親人 他那如果 他應該是說 這張是我愛上的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人 然後我跟他就工作常常見過一次面 然後就第二次第三 偶爾會遇到 然後用第三人稱 第三人稱 可是他會 這張是在治癒他的過程 然後他反而又更愛他 那他就會把他轉介給 我知道了 我們今天為了幫你 我們直接跟諮商師說你愛他 你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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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讓你抽離 再見不到 對 我們要罵醒他 我們就要做這麼絕 對啊 所以我們要 你先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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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預先 對 我們說不要再跟 哪個小姐 李小姐 因為他跟李小姐見面了 他愛上你了 對 我們會不會被李小姐封鎖 哈哈哈哈 也問不出來 哪一間 諮商師 哈哈哈哈 先寫信問他哪一間好了 嗯 對 你先寫 他回你再播這集 哈哈哈哈哈哈 太想看是誰 你先問 你先回信說 李小姐想 因為我們想要 因為我們想要 我們只要去的位置 好會被被告 對啊 那你跟我打 你跟我自上手 那這樣是不是 應該要跟男友分手 如果你無法自拔 我覺得你要分 因為我覺得男朋友也蠻 所以他犯錯 你一直浪費男友時間 所以他犯錯 因為他為了你改了那麼多 然後你卻一直在愛別人 覺得他有在進步 可是你根本就 無心於 你們一起進步 那我只能說 你有可能 因為你這個東西 會兩手空空 兩敗俱殺 因為有可能自上司 也不會跟你在一起 對 然後你男朋友也沒了 對 哇 不然你就要當一輩子的病人 對 沒病都 促造成自己有病 然後一直狂躍 那就是這樣叫有病 對啊 超有事 夢喬生症狀 因為我覺得 真的是浪費彼此時間 真的 有啦 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是說 他在上一段感情的時候 就是他遇到了偷拍渣男 他偷拍我們恩愛的畫面 包括我的臉 我發現了以後 我就覺得 很生氣 想要跟他分手 但他挽回我的時候 是因為他告訴我說 前任玩很大 前任都會讓我去拍裸照片給他 因為試探過 我說不可以接受 但我習慣改不了 他想問說 這樣是不是理 他這樣 這個理由 你們覺得合理嗎 另外的話是因為說 他現在有點困擾 我想說 他就是想說 是不是要再給他一次機會 就是如果他真的沒有辦法改的話 我再敢離婚 才 離開才對的 偷拍啦 我覺得偷拍 如果這個人沒辦法接受 我覺得就要直接分 因為我覺得偷拍是一個 興趣吧 就類似一個影 屁好 對啊 就是沒辦法完全根除的 他不是彈一兩句 說你要不要就可以改的那種 偷拍是一個屁好 就像我喜歡大眼睛 隨便爛舉 我喜歡一個大眼睛 他就是天生喜歡偷拍 他沒有偷拍就是 他就是喜歡拍 對他喜歡拍 他沒有頭 因為臉都拍進去 對啊 對啊 因為如果他改不了 我會 我會粉耶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 戀情上的困擾 對啊 對 而且難保 難保我今天跟他分手 萬一要把他影片 外流 外流怎麼辦 但是可以告他 是可以告 那就只能確保 他在拍你的時候 你把他表現超好 對 姿勢啊 小廢要說 去拍狂叫 好累 至少畫面要讓他好看 我跟你講如果另外一個方式是 你也反拍他 就是他你搞不好喜歡被拍啊 因為偷拍的時候 他本來就會在鏡頭裡面 沒有 偷拍哪會啊 你看他拍你 只有你而已 只有你而已啊 用你的手機拍 怎麼這樣拿手機 然後他沒發現 他只會露掉而已 他不會露起來 對啊 他發現啦 背面的時候沒發現 喔背面的時候沒發現 然後突然這樣 喔 沒有或是正面 正面他就這樣 偷偷這樣 可是女生在 英雄而已 他就偷拍 用你的 用他的手機呢 就在給他自己的 但是用你的手機 我朋友以前 我被那個偷拍過 然後我那個朋友 就是一飛發現 他偷拍 然後馬上 就是坐到那邊 就先停 手機拿來 格式化 砰 全部啊 我剛剛想到 砸爛手機 一抓到 格式化 就不要被我抓到 那就是格式化 或是有事沒事的 給他格式化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事沒事的 要來格式化 他手機用的扣開 沒有我今天晚上 你又賣回來了 格式化 哈哈哈哈 我的妹 你在等三分鐘 快好了 哈哈哈哈 沒有 沒有就看誰比較瘋啊 他沒有可能會繼續來喔 你有愛格式化的 我每三分鐘就會被格式化 這種都沒人討論過的範圍 就是一個雞塊的 沒有這就是 你要偷拍 那你就要接受這個 偶爾格式化的 格式化 經常的每一週一次這樣 沒有定律 對沒有定律 每天你起床 已經全新的手機 對 每天醒來都中心 你好 iPhone Apple 對這個好像可以 每天格式化 若明的 對啊 如果我是你 我可能會自己 偷家那個檢視器 就是他拍我 我也同步我在拍他 就是如果你要毀滅 我也可以毀掉 對 哎呦 下一題 沒有了 就這樣 沒有了 好 好 拜拜